季凌晨跟看亲子曾是娱乐圈很低调的一对明星情侣,后来因为参加湖南美视的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而被大家熟知。 在节目中,季凌晨跟看亲子的感情打打闹闹的,两个人很容易吵架,也很容易和好。 看完《亲爱的客栈》以后,很多人都吐槽季凌晨跟看亲子的感情态作,但还是很羡慕他们的。 可惜在八月份的时候,两个人突然宣布分手,当时还导致季凌晨陷入了出轨的绯闻中,后来看亲子发完成没出轨,真分手。 分手之后两个人一直忙着自己的演艺工作,最近看亲子忙着跟张汉拍戏,而季凌晨之前也参加过《我家那小子》的综艺节目。 分手后,季凌晨有被问过是谁先提的分手,当时季凌晨只是淡淡的说,我提的分手。 季凌晨表示,因为当时两个人都比较忙,处于至少离多的状态,而且看亲子想结婚,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经营一个家庭,所以想先分开一段时间。 但是无奈加上舆论的压力,最后就真的分开了,听到这里很多人都表示很心疼看亲子,以为在自己三十岁的时候会等来结婚。 最后等来的却是分手,两个人刚开始分手时,很多人都站在看亲子这一面,指责既凌晨是渣男,不过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,或许两个人注定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吧。 面则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为作者原创,如设计版全情联系删除。